到時候要安裝的話,你就把這個QR Code用你的手機掃一下 然後連到這個雲端硬碟的這個畫面,你就找雲端白板裡面會有一個APK 然後裡面就會我們用清單檢視好了 比如說像今天的那個 Spinner 還有ListView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有沒有那個訂飲料的那個系統 如果你要安裝的話,你就連到雲端上面 然後用瀏覽器點它,它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你就直接把它再打開來就安裝了 理論上應該是還蠻 蠻easy的啦,不過就是要試一下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下效果如何的話 這邊有很多我都已經寫好了 甚至這邊好像還有個QR Code 我好像放了好多QR Code 因為之前上課擔心同學找不到 就直接放,或者你從外面去找也OK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剛剛那個訂飲料的那個系統 要怎麼做 那接下來的話在講這個之前 我先補充一下,因為我剛剛跟各位講過說那個 我換了一支 手機嘛 那手機的話就這一支 因為我就看一下網路上有人介紹那個 CP值最高的手機 我剛開始可能 還有點懷疑喔 後來想說買來一支 我看到這個價錢 以前是買只能買山寨版的 現在點進去看一下 它裡面的話居然是八核心 而且八核心不是 那個聯發科是高通的 然後 而且它的 照相機是 Sony的 拍下來真的還不錯 然後RAM的話 至少要兩區 而且它的價錢真的是 然後我就看一下 爬一下文 感覺好像還蠻多 是正面的 比較沒有負面的 後來就給它這樣子 按下去 然後就 刷下去 它隔天就 就來了 那測試一下 目前感覺還不錯 這個是高通的64位元的 跑起來真的還蠻順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手機 這樣 才能 賺什麼 不太清楚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各位測試一下 剛剛這一題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哪些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介面部分 當然設計的部分 跟前面的觀念是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 點擊 這邊 我有把那個完成的 這個 程式都放在雲端上 各位可以 自己再把它下載下來 裡面的話有幾個佈局 第一個 我們要下拉清單 有兩個spinner 所以第一個spinner 我叫drink 第二個的話 我叫做temp Temp就是溫度 Temperature的縮寫 drink跟temp 這個是指這個 這個是這個 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Button 再加一個Order Order就是最後的 Test View 就有三個 那我是用Linear 這個我前面有講過 預設的話 是relative layout 那你把它改成 就是縱向的 OK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步就完成 我們介面的設計 第二的話 因為我需要什麼 需要點擊的時候 這邊需要有些資料 1234 對 所以需要建什麼 建那個swing的 自傳支援檔 將來的話 點它 它就資料幫我把它放進來 再來 點 點擊 這個也是一樣 溫的 去冰 冰、去冰、溫 然後其他 那這些東西的話呢 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 這邊有一個 Swing Swing裡面的話 也是一樣 我就放什麼 一個 這個 drink name 有沒有 飲料的名稱 這個drink name 然後一個叫 Temp Temp1 裡面放冰 跟去冰 還有一個是溫的 Temp2是什麼呢 因為有檸檬汁 對不對 所以將來呢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Temp1 是上面三種 Temp2 是檸檬汁 做切換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我已經把那個程式 這兩段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 切過來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段 Swing裡面的東西 第二個 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程式 所以基本上 其實 這個也是mvc 所以 m是哪一個 m就是這個 有沒有 v的話就是這個 c的話就是控制 就是我們要寫的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 像現在坊間很流行 那個 mvc 有沒有 Swing就是資料 包含資料庫的資料 都是 算是m v的話就什麼 就view 界面的東西 c的話就是control 是控制什麼 控制 用物件的實體化 去控制 上面的事件 如果當它有 變動 什麼樣的變動的時候 那我去做什麼樣的處理 不就是mvc架構嗎 所以基本上 你將來 無論是開發 哪一種app 其實觀念都差不多 其實說真的 我教的語言 那不只是只有這種 像早上是教vba 下午教這個 那 其實還有教php 然後還有教很多其他語言 那其實主要觀念是一樣 我不會被混淆的原因是因為 你只要觀念正確不用死計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控制部分 那這邊的話會需要 一樣 第一個 宣告 宣告的話呢 我們會有四個東西 兩個spinner 那兩個spinner 我把它宣告在一起 一個叫drink 一個叫temp OK 那一個 TestView的話叫tsv tsv 這個名稱 Button的話叫b01 這個名稱的話 我想自己取一個名稱 有四個 物件 那連結的話也是連結四個 OK 分別把它連結 再來的話呢 處理事件 處理幾個事件呢 處理兩個事件 這個可能稍微複雜一點點 那 也還好啦 第一個就是 當我點擊了他之後的話 他必須怎麼樣 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那我要判斷是 點哪一個 再 判斷說他應該要放temp 1 還是temp 2 給什麼呢 給這個下拉清單 然後再來處理什麼 按鈕事件 OK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這個範例 我是叫做 C 這個這個範例 我叫做 C05的 那個 spinner 我是list view 或者你自己再取一個名稱 也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然後 一個 點擊 好 那 第一個事件就是點擊他 讓他跳出來 跳出來之後的話 當我如果點前三個的話 那就 主要是要設定底下的這個 這個spinner 要塞資料給他 因為我們有兩個 一個是temp1 temp2 temp1的話 是決定前三個 temp2的話 是決定下面這個 所以這個程式該怎麼撰寫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比較困難一點 我怎麼樣動態 塞一個資料 給下面的spinner 一樣的道理 跟剛剛有點類似 剛剛不是有一個adapter 對不對 也是一樣 我必須要建一個adapter 建完adapter裡面必須要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決定mvc 第二個決定 draw down的那個view 第三個就是把那個什麼adapter set 給 這一個 他才可以 加進來 這個當然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將來我覺得 你們有這個概念之後 以後這個當然sauce 都有 你可以拿來 稍微做個修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事件該怎麼樣來做 首先 第一個 當我 點擊跟上面一樣 set on item 這個都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剛剛講過就略過 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要知道 到底他點了哪一個 如果他點了什麼 點了 前三 等於是前三個的話 那也就是說 點前三個怎麼判斷 特別注意 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用那個arg2 第二個參數 這個是零 這是一 這是二 這是三 也就是這個數字 上面的 就是temp1 下面的 就temp2 那撰寫方法的話 特別注意 我們直接 在這邊 先建一個 宣告一個什麼 字串的陣列 這個字串陣列 就是 叫做tempset好了 因為將來我要放1 還是放2 由這個 就是等於是放在這裡面 就對了 好 那我們怎麼判斷呢 我們由這個arg2 有沒有 arg2進來的 特別注意喔 以後你只要看到 類似像下拉清單這種 它只要有個參數裡面是int 就表示說它那個就index值 這個是一個 一個判斷的方式 那這個arg2裡面呢 判斷if arg2如果等於3的話 當然你可以另外一種判斷是 如果是 等於3 或者是說它是 小於 反正這個判斷 因為我們是用 如果等於3 那就是檸檬汁 反之就是檸檬汁以外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這個tempset等於3 用get resource 因為我要去抓到什麼呢 點 特別重要這個有一個 慣用的方式 就是說 用get resource 取得 有沒有 因為我們有 自傳支援檔裡面的東西 點 get string array 有沒有 不過特別注意 其實get array 才需要用get resource 前面有那個get text 就不用了 你們還記得吧 你們前面可以看那個範例 那我把那個 在自傳支援檔裡面的這個temp2抓過來 因為我們在那個resource裡面有放一個 這個string array 然後叫temp2 就把temp2抓過來 裡面放什麼 放那個 因為沒有溫的嘛 就是冰去冰 有沒有 那這個temp1是吧 冰去冰多一個溫 ok 特別注意 那如果說他今天選的是檸檬汁 就用temp2 如果不是就temp1 好 這樣的話我就知道說 裡面的資料 再來要把 這裡面放的資料 放到那個 下拉清單裡面 以後的話記得 這個真的有點 稍微小複雜了 不過以後你大概知道概念的話 以後 照著改就好了 因為以後一定會用到類似這樣 比如說你今天 選的檸檬汁好了 那裡面就冰去冰 要塞到這下面裡面來 怎麼塞進去這個動作 因為我已經知道冰去冰的 我有一個 自傳陣列 也把他抓過來了 接下來 特別注意 有三 有四個動作一定要做 第一個 就是取得他的adapter 要建一個adapter 建adapter 如果你今天是 用自傳陣列的話 你就必須用這種方法 那如果說你今天 是取得什麼 自傳支援檔裡面的話 用剛剛那種 CreateFrontResource OK 所以這種方式的話 兩種方式不太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不同 剛剛是用什麼 用這個 這個地方 也是array adapter 後面我用一個fine型 本來是問號 不過這裡的話 我用的是一個street 我確定它裡面是fine 它的adapter名稱是叫 tempad 或者叫adapter 都可以 另外一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 array adapter 然後也是放一個fine型 那剛剛是就做什麼 剛剛是直接拿這個地方 來 剛剛是這樣的 剛剛是直接 用這邊是 做一個什麼 等於什麼 直接 加一個 這個adapter的名稱 點什麼 Create 打一個c CreateFrontResource 有沒有 但是特別注意 它CreateResource 它有三個 有沒有 這個是c 控制是 get bequencontent 第二個是 它的什麼呢 它的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用r 去抓資料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一定要去抓什麼 抓array 但是從這邊抓 我沒辦法去判斷 到底是temp1 還是temp2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方法是行不通的 不能用CreateFrontResource 除非說你的資料 是來自於resource裡面 如果行不通的話 我們必須用第2種方法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 自傳陣列的話 我們就 new一個什麼 arrayadapter 裡面放型物件 還是funt string 後面 特別注意 一樣是 c c值的是什麼 c值的就是 你的那個activity 是哪一個 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 GetApplicationContext 或者是第2種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 我們的class名稱 叫做 MainActivity.list 也可以 兩種方法都可以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 第二個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 游標放上面 它會告訴你 第一個context 第二個的話 是放什麼 放你的那個view view view的resource 第三個就是放你的 正列 那你就照著做 那我們的view 如果說你裡面 沒有去加那個 我們的版型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透過什麼 enjoy開頭 在enjoy開頭 表示說它裡面有 共用的那個 一個版型的範本 加的方式你可以 enjoy點 其實你打完之後 這邊都可以用選的 點r 點什麼 點它的layout 它的版型 裡面有沒有一個叫simple 一般如果說spinner的話 有一個叫simple 會有個spinner item的這個 就直接一般會用這個 你就選simple 簡單的simple item 這個當成它的 版型 它的資料是哪一個 資料就這一個 因為這個 這個部分 自所以會用這一種方式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不確定是哪一個 所以它會把它抓過來之後 放在這個 字串陣列裡面 再把它丟過來 OK 這個就是 控制項是 C 控制項 然後這個的話是 v 資料的話 就是m 有沒有 一樣是mvc 也是三個 再來決定什麼 決定你的那個set 你的那個 drawdown的view 我們一樣用這個 叫 simple spinner drawdown item 這個跟剛剛是一樣的 再來的話 用set adapter 把哪一個呢 把那個我們temp 的adapter連接器 指向給剛剛建立的這個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不過這個部分其實有點難度 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原理原則知道就OK了 以後的話套用就OK完成 那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這樣點擊 你會發現如果點檸檬汁 它裡面就會只有兩個 但如果說你今天點的是 上面三個的話 它就會有三個 因為這個是temp 1 如果是檸檬汁的話 就是temp 2 OK 接下來的話下訂單 那下訂單要做什麼 就是很簡單 下訂單比較簡單 就是unclick listener 點它之後 抓這個 點什麼 剛剛不是用過嗎 這個的名稱 點get 什麼 item select item 就是它裡面的值 對 豆點 再加這個 這樣就完成 把它拼在一起 做法上面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b01.setunclick listener 這個應該前面做了很多次 應該沒問題 新增位置做方法 然後呢 我們假設 增加一個字串 變數 叫msg 這個 這個變數裡面就放什麼 drink就是上面的這個下拉清單 上面這個下拉清單 現在裡面的值 我要把它抓出來 現在裡面的值 要怎麼抓呢 用什麼 get slateitem 點2 剛剛不是用過 所以它就把它抓過來 所以 珍珠奶茶 要加一個豆點 再把這個 叫做temp 點什麼 一樣 get slateitem 2 冰 抓過來 中間加個豆點 所以會出現什麼 最後再用那個 set test 把剛剛的這個字串 輸出 看到的話就是 珍珠奶茶 豆點 冰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按下一個下 下訂單 有沒有 珍珠奶茶 先get過來 豆點 冰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出現 最後 大概是這樣 這個程式 比較困難的點 應該就是在哪裡 在這一段 尤其是 怎麼樣建一個adapter 這個可能要需要一點時間 那它的步驟一定是 第一個 MVC 給它 第二個下拉清單的 view給它 下拉清單 第三個 再把這個adapter 丟給誰呢 丟給這個 你要 丟進去的那個 spinner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這個完成的程式碼 我也已經丟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呢 你們在那個程式碼裡面 記得是在 那個 就是 這個範例裡面那個程式碼 會有一段 第一個是swing 會有那個 已經建好的那個swing 自傳支援檔 裡面的那個swing array 包含就是說 飲料的名稱 還有 兩個temp 一個是temp 就是 temp 1就是 冰去冰有溫 然後第二個temp 是給檸檬汁用的是 冰去冰 再來就是 我們畫面裡面 就是總共會有佈局 裡面總共會有四個東西 包含就是兩個spinner 一個按鈕 加一個testview 最後的話就是我們的事件 這個事件的部分的話 就是 就是 我們 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adapter 動態的去塞資料 到那個 我們的下拉清淡裡面